那其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我相信大家其實在第一集看完之後 會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有些人問我說 那我在蒸雞期間我到底要準備什麼東西 然後來幫助我做一些記錄 朋友好那我是Peter 那又回到我每一週一次的見面啦 那這一次呢就是因為其實這陣子 因為微解風過後其實會比較忙一點 我應該開始回去工作了 對所以其實也可能沒有辦法 這麼頻繁的跟大家見面跟大家聊天 不過沒關係就是說 我還是會每個禮拜 會每一週更新一次我的影片 對那持續的給大家滿滿有價值的影片這樣子 對那這一集呢其實呢 我相信大家蠻期待第二集 就是我們的乾淨蒸雞系列 對所以這一集就是我們的第二集 那如果有持續follow我IG的朋友們 就會知道說我最近其實在準備一場 今年原本是8月要比賽 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延期到10月份的一場 健美比賽 對 好那也希望大家給我多多的支持 讓我持續有動力的繼續 產出我有價值的影片 這樣給我一個動力繼續支持我 對謝謝大家 那在內文開始之前呢 請大家動動你的手指 幫我按下訂閱 跟給我一個讚 給我一個喜歡 那順便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 就是一個 給我一個最大的支持 然後也可以在第一時間內 看到我的最新影片上架 第一個 幫助你們增機的一些工具的部分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體重機 那其實 如果你們家裡面的話 這個是小米的啦 那其實就是說 不管什麼品牌 不管什麼牌子的體重機都可以 那因為呢 其實有時候 你在增肌的過程中 你必須要 要攝取一些 熱量盈餘的部分 對 所以說你必須要去記錄 你每一天早上起來 空腹的體重 你才知道說 因為我們本身增肌 就是希望我們的 靜體重 就是我們的肌肉量 是往上提升的 那其實在增肌的過程之中 也不要有太多的迷思 就是說 我們一下子增加 太多的太多的體重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可能在吃的過程中 你熱量盈餘太多 可能會導致你的脂肪 也是增加的過多 所以我們的體重是 緩慢的增加 這個對大家來說是 其實才是比較正確 比較OK的部分 對 那這是第一個 我大家推薦就是說 在增肌期間 你一定要每天早上 空腹記錄你的體重 你可以記錄起來 寫下來 然後貼在 就是你可以使用便利貼 貼在你的廁所 還是說你的房間 還是說你的冰箱上面 都可以 那或者是 把它用手機記錄下 其實都可以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有準備了 這個 看一下 好 這個 記事本 筆記本 不好意思 那其實 這是一般的筆記本 那其實也有比較專業一點的筆記本 就是說 它裡面呢 會有一些小格子 那格子裡面 它就是會有那個日期 那我會建議大家 就可以把它寫下來 就是說 你可能今天幾月幾號 然後 然後 第幾天 開始 第一個禮拜 然後 禮拜幾 然後 寫下來就是 那個格子 前面的話 你可以記錄你的 你的體重 然後 你現在 你今天 你的訓練狀況 對 然後跟你 你今天有沒有 有氧 有氧的那個 部數啊 還是說 你的一個 熱量的攝取 大概多少呢 營養素等等 你都可以記錄在這個 筆記本 那我都會跟我的學生說 你們一定要準備一本筆記本 對 或者是你用手機記錄下來 也是OK的啦 也是可以的 這是第二個工具 因為其實你有記錄下來的話 你才會知道說 你這個增肌期間的話 我到底 訓練強度 我是否有沒有增加 我的重量 我的次數 跟我當下的運動的感覺 是不是有達到快要力竭的感覺 那我當天的狀況是如何 你都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下一次 你就會跟你的教練 或者是你可以 大概回去翻一下 開始知道說 你這一次的訓練狀況 跟上一次有沒有什麼差別 這樣你就知道說 在這段時間你進步了多少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的那個 誒 非常重要 那這個就是 這個 食物秤 那其實它是有單位的 那我還是會建議 就是用克數就可以了 對 那食物秤它的好處就是在於說 其實在我們在 攝取一些 營養素的時候 我們必須知道說 我今天到底吃多少的熱量 那我多少的蛋白質 碳水化 我跟脂肪 那其實我相信很多人如果沒有去趁 沒有去記錄你的食物的一個 攝取的部分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造成你營養攝取不足 例如呢 像是蛋白質 那我相信很多人蛋白質其實都不見得吃的是足夠的 尤其是在吃外食 或者說它可能沒有記錄的狀況 所以導致它可能在飲食上面出了非常大的trouble 所以我相信大家這個食物餐對大家絕對是有幫助的喔 好 那最後一個呢 其實我會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這個 好 那我相信呢 很多人就說 欸幹嘛 我沒有要吃藥 為什麼要準備這個 沒有其實不是 就是 因為它這個的話 其實 很方便的地方就是說 等一下 沒關係 好 就是你 其實你 你 它有很多種 就是它有三格的 還有很多格的這種 那其實裡面就是可以攝取一些B群啊 還是說維他命C 魚油等等 就是你今天 你必須一天攝取的營養素之外 你可以額外補充的營養品 那這個你就可以一次的把它吃進去 就不用在那邊 一盒一盒的打開 然後慢慢的拿 其實是蠻麻煩的 這樣子 所以這個營養品的那個藥盒 其實是還蠻重要的 就是比較方便大家 這是我以上的推薦 那再來就是說 我在訓練前 也會攝取一個叫做一個蛋凳的部分 這個 蛋凳 那我是在那個 iHerb裡面買的 這個C4 對 那在C4的部分的話 它是訓練前的一個蛋凳 就是我們在 訓練的時候 會比較有力氣 比較有力量 所以在訓練的時候 你肌肉比較能夠達成沖血的狀態 對 有些人可能工作一整天非常的累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他可以 攝取這個 我們的蛋凳 對 可能對於一些上班族還是什麼樣的 工作比較勞累的一些朋友們 那我還是推薦你們 不過 如果今天你在晚上訓練的朋友們 這個蛋凳啊 因為它如果有含咖啡因的部分 會造成你睡眠會有影響的話 我建議你 攝取少量 或是去購買沒有咖啡因的蛋凳 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的一個訓練 就是幫助大家增肌的工具 那我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們 達到你們要的目標 對 那在我的Instagram裡面的話 IG裡面的話 也會持續的分享一些關於增肌系列的一些文章 那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持續follow我的話 你們可以得到更多這方面的一個訊息 對 好 那今天呢 要帶大家做的是背部的訓練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 我每次訓練背部的一個動作 然後到底會做哪些動作 然後這些動作呢 到底對你們有什麼幫助 對 那影片開始之前呢 給我一個讚 好不好 它第一動作我們會做 筐臥的下拉 那這個動作主要呢 其實 就是在我們這個背部級 這個下緣的部分 去做一個 一個訓練 對 那我相信有一些人他們 他們上背部 其實已經蠻發達了 因為其實 蠻多人都會做一些 引體上上的動作 那 第一動作待會我們會做 寬握的一個 正握 寬握下拉 所以 這個動作針對一些 破背肌還沒有那麼 就是 下 就是那麼的 脫下來的部分的話 我們待會就是會用這個動作 來幫助我們的 破背下緣 更強 就是更大一點 第二動作 待會我們要做 啞鈴的 斜板划船 那因為其實 等一下我們在做背部的時候 會有點大動量 所以說我們會 為了安全旗艦 穩定核心 我們會使用 腰帶的部分 可以待會再做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去 穩定的 focus在我要訓練的 背部肌群上面 那這個動作 斜板的部分的話 都會牽扯到我們的 下斜方肌 零行肌 還有我們的 蕩蕩小零肌 破背肌 一鍵點 OK 好 那我們看第二運動 好 i know you 第一個動作我們就很動了 這個二頭肌都充血了 其實到底是練背還是練二頭肌 其實我也分不清楚 不過今天就是會練背部跟二頭都會一起 一個大肌群配一個小肌群 這樣子 那這個動作其實它的寬度啊 基本上就是要跟我們的肩膀交換 因為待會我們再拉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往我們的後背肌下擴背會走 所以它在這個動作的時候如果你太窄的時候 你會變成是說練到位置會比較偏中速 可能我們的斜方肌 那我們這個動作主要就是要讓我們的下擴背的一些細節去做訓練 所以我們待會我們的位置會跟我們的肩膀是同寬的 所以我們這個操作的部分的話 架設都會像這樣子 對 好我們開始 感恩 非常多好 非常好 可以 先sil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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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